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科技项目 接下来这个团队名字就很炫酷 叫98k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98k出场 枪口所指 首相拼命 我们是98k拓远行动小组 大家好 我叫陈奇 今年20岁 我叫毕晓菱 今年20岁 我叫魏力俊 今年20岁 我叫郑卓睿 今年20岁 我们几个都是济南大学观念信息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 谢谢大家 好奇你们手里拿那个仪器 到底是有什么用啊 我们带来的这个科技叫做猎童 它拥有能够透视世界万物本质的能力 它有一双透视眼 只要让它看上一眼 就没有东西能够逃过它的火眼睛睛 王孟秋 她一直想做直播 她在直播时候的形象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能不能把它还原成这个形象 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测一下 它真实的皮肤状况 就可以把美颜的那个滤镜的效果给去掉 小妹 我跟你说啊 我和你身上都是在西湖边长大的啊 皮肤好了很 我觉得蒋老师的这个皮肤状况 我们大家更关心 是不是啊 你的意思是 我好像是老菜皮了 对吧 不是 我想问一下 这个皮肤是测出来是什么 是能看它年龄还是 它会测出一个状态 就不同年龄段的人的肤质状态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匹配 那你觉得蒋老师是什么年龄段的 我说不好说 要不还是让猎童说 让猎童说啊 请你能不能 能不能改数据 我们是科技人要尊重事实 说得好 小妹妹 请你尊重一下我年轻的事实 来 好 我要测咯 我觉得蛮准的 它的结果四个字 半衰机灵 那你能测别的猫 它能够透视世界万物 就我们可以知道思春姐 您今天涂的是 化妆包的哪支口红 口红色号是吗 对 对 对 那思春要不要来 考验他们一下 好啊 那把那个我的化妆包 麻烦拿上来一下 谢谢 我想邀请一位男生 我给他涂 涂完了以后你们猜 你看那两位男生的手 你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对吧 你就来吧 最好 他们得背锅声去吧 他们不能看 你到底有多少唇膏 思春的化妆包里头 我估计除了唇膏就没有别的了 现在为了挑战机器 请你选择色号几乎是一致的 或者是相似的 这几个都挺像的 就这个吧 就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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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画面太美 请转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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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阳老师您可能得 低一下 哎呀 其实您不用嘟起来 他应该有数据了 你先转过去一下吧 好像摆了个爱心的形状 好请转身 挑战开始了 这俩都不是 嗯是这一只 告诉我回答是否正确 是的 正确 这些口红从肉眼当中很难区别 我们再次祝贺猎童 描述 您觉得他们这个仪器到底是一个什么仪器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 应当是探测物质发出的光的光谱 因为所有的物质 都会吸收和辐射光 不同的这个物质的成分呢 比例不一样的时候 它辐射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也猜 应该跟光谱有关系 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说是光谱 因为我以前见过的光谱 都非常大 我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光谱 接下来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为了验证咱们98K 是不是像他们刚才上台所说的那样精准 而且一击必重 我们制造将来的舞台 专门设立了一个 让你们叹为观止的科学实验 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